你好,我是花木,也可以叫我Spring 今天我主要介绍用户研究 用户研究是分析师日常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本课是内容分为三部分 什么是用户研究 用户研究的步骤和关键点 用户研究实施的注意事项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用户研究 用户研究是一种职业意识 任何人都应该具备用户研究思维 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个,这个功能能满足用户什么需求 大部分APP都是抄来抄去 这就是没想清楚 这个功能能满足用户什么需求 比如爱奇艺,腾讯,优酷 这三家都是对方的竞品 现在APP上的功能大多一样 再比如信息流 头条之前有订阅,关注的功能 现在其他竞品差不多也都有 第二个,用户当前反馈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哪些可以重点解决 APP作为一个产品 用户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反馈 反馈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占比多少 比如反馈的十个问题里面 占比最多的是A问题 A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不能彻底解决 能不能变相解决 用户抱怨最多的那个问题 一定是你产品最大的问题 第三个,针对上面两个问题 需要进行线上或者线下调研 获得数据反馈 用户研究最后会落地到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只有去跟用户聊或者进行问卷的投放 获得一些数据反馈 才能够让你的产品拼到最后 头部玩家重大的bug肯定是没有的 都是拼一些细节 用户研究我们知道了 那什么时候做用户研究呢 其实用户研究贯穿整个项目生命周期 在项目前期要了解用户需求情况 用户基础画像情况 用户对于低价商品的迫切度 在项目中期了解用户行为习惯 在项目后期了解用户对产品的反馈点 净凭使用情况 我们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用户 然后与数据分析相辅相成 因为有时候数据角度并不能很好地 反映用户的行为及原因 比如之前我们有一节课说拼多多 在之前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手机里面都没安装拼多多 但作为分析师 我们还是要去看每个爆款APP 去了解它为什么成功 了解后就一定能够找到它自身的亮点 有时候我们真的离用户太远了 所以只从数据角度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 你需要去做真实的用户调研 用户研究在项目启动前就应该开展 并且要快于其他业务方 如果等到那个项目都启动了 实际上该做的也做了 你这个时候再去启动 一个月之后出报告价值不大 所以呢 这非常考验用户研究人员的先见性和实操性 这里面我就说一个大家常见的误解 大多人觉得用户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用 就随便做做报告 好像看了就看了 但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研究的步骤和关键点 用户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 搞清楚用户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这需要你对背景和具体问题要足够清楚 第二个是用户研究的方法 包括定量和定性 第三个是研究结论产出一定要快 不要追求大而全 举个例子哈 项目是今日头条APP新用户留存专项 项目背景是2015年今日头条APP新用户次流 七流与竞品相比 留存均低5%绝对值 并且新用户流失速度要高于竞品 因此要在数据分析基础之上 产品运营优化 提升用户留存5%绝对值 在真实的项目过程当中 除了数据分析师 肯定还要有用研人员的参与 所以同样针对这个项目 用研人员分为哪几步 我们先看一看数据分析师分为哪几步 之前我们都讲过 所以这边就粗略回顾 第一个阶段就是做整体分析 第二个阶段 寻找优化切入点 一般是一到两个 第三个阶段就是不断的重复 前面两个阶段 然后进行一些其他的分析 作为用研人员 在这里面也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制定研究目的 在前期 用研人员要快速了解到 当前的问题现状 制定思维脑图 所有人做的都是一件事 只不过落地方式不一样 更好的了解用户和产品 就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 第二个阶段 确定研究方法 整个用研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 如下都所示 在真实工作过程当中 没这么复杂 主要是以用户反弹和调查问卷为主 用户反弹是定性 把用户约过来 然后跟他聊 调查问卷是定量 比如在信息流里面 我投放一份问卷 然后给用户一些奖励 有一些忠实用户 或者一些追求利益的用户 就会填写问卷 当你的样本量足够大之后 这个数据就可以拿来用 研究方法 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定性 对于一款产品 如果本身产品经理分析师 离普通用户太远 就非常有必要做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 非常注重样本量 同时要确保问卷设计的专业性 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 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激励 这样才能保证很快的产出 我个人觉得用户研究这件事的意义 要远远大于一次营销活动 可能很多公司觉得没钱做用研 比如说给用户一些物质激励 其实你有一些小小的激励 可能很多用户也都看不上 有一些营销活动 很多时候做了就做了 没留下什么价值 大多是豪羊毛 对比而言没有用户研究价值大 第三个阶段 结论产出 在结论产出这一块 当前的现状就是很多用研报告 追求大而全 从开始做到最后输出要一个月 我相信大部分公司的节奏都很快 一个月期间 项目可能都已经进行了调整 比较好的节奏 就是两周内输出结论 因为这样 能够和分析师的数据分析报告 一起输出 定量定性结合 能够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 给出价值最大化 能够很好地融入到整个项目团队 使做的事情更有意义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研究实施注意事项 在用户研究实施时 要注意以下事项 用户说什么不重要 更加重要的是用户为何会这样说 不要直接问用户喜欢什么 用户对他们的心理过程根本不了解 这里面最好的工作法是 田野工作法 定性分析 注重用户分类 定量分析 注重样本量和样本代表性 结束访谈后尽快整理成文档 寻找琐碎记忆 用户报告追求惊而快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用户研究的未来 短期来看 用户研究这个职业是存在的 大公司一般都有用言团队 小公司基本没有 主要研究就是用户研究加MVP思想 这里不需要系统化 解决问题即可 长期来看 用户研究是一种职业意识 人人都是用户研究分析师 常常跟数据打交道的我们 一定要知道用户习惯 那用户研究和数据分析师是什么关系呢 数据分析师一定要有用户研究的意识 常见的做法是 每天体验产品 看核心数据 每周看客服数据 对于费解的数据分析结论 分析师需推动用户研究人员 去做用户访谈或者问卷 新项目启动期 如果要去线下了解用户 分析师要抓住这些机会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你对用户研究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与我交流 同时欢迎你关注我本人的公众号 之后会定期更新 原创高质量的数据分析文章 我们下节课见